請問一下 你都有機會做簡報 也有機會做一些報告 要不要用到一些圖檔 要 那你應該知道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對不對 不能隨便亂用 那您要去哪裡找免費的圖 秘密嗎 應該不會啊 在網路上找到都是公開的秘密啊 對不對 你內部使用也許沒有人看到還好 但是萬一公開出去 像我最近就有遇到 也不是最近啦 就之前他們有兩個單位 我不能講嘛 就是他有用到人家的那些圖庫的檔案 那可能用在網站上或者簡報裡面 被人家看到的就 當然就要經過協商嘛 他們就要開始買啊 可是你就知道買圖庫其實也是不便宜 確實也是不便宜 那當然我們也是鼓勵就是 你真正要用那些圖好看 你是可以買的 但是如果說可能我們沒有這個經費 或者說我現在就急著要用 那剛好單位面又剛好沒有這些 你怎麼去找免費又可以正常使用的 你不要說我先偷渡一下 然後有買的再說 這樣比較危險嘛 會陷你自己於那個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創用CC這個概念我想應該比較 大家應該比較沒問題吧 以前應該都有介紹過嗎 創用CC 沒有 創作跟使用 創作跟使用 一般來講 這個創用CC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有一張圖片 有一張照片也好 一段文章 一個音樂 我想要拿來用 你不一定 一定要跟作者聯絡 因為這樣很麻煩 所以創用CC就是 把我們的 創作者跟使用者之間 該怎麼授權的那個規範 所以你只要會看圖 就是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 台灣的創用CC計畫 好就是在這裡 基本上你在那個 會看到幾個圖 我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懶嘛 所以這裡有懶人包 現在什麼事情都要懶人包 不是嗎 所以你以後只要會看圖就好 底下 這裡有四種授權的方案 四種授權的方案 那這四種很多的 現在有很不少網站 它都有上面有公開 也就是說 它只要有根據這四個組合起來的 好比如說您看到下面這裡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種 只有一個的 你只要告訴它這個檔案來自哪裡就好 因為呢 你可以怎麼樣 重置 散播 還有修改 而且還可以商業使用 但是就好像我們的寫論文寫報告 引述說這個資料來自哪裡 類似這樣就好 這是最簡單的 所以圖越少 就 授權越簡單 相對的 有右邊這個 就告訴你 你不能拿來做盈利用 這樣 有了解 這是創用CC 但是呢 其實現在還有另外兩種 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叫做 這個 PDM 還有CC0 這兩個 只要是人就可以用 各位現場的都符合資格 也就是呢 你拿去用的灰灰衣袖不帶走任何一片 你不用說這位哪裡來 他 都可以用 那在哪裡 一樣在創用CC裡面 你往上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在上面這裡 有一個比較特殊叫公眾領域 公眾領域 你把它點進去呢 你就會看到這兩個授權的方案 在這裡 有沒有CC0跟PDM Public Domain Mark 所以這個 那 一般呢 各位PDM比較容易理解 一般這個我們稱作人類共同資產 包括什麼 像金字塔 萬里長城 詩詞 古典音樂 對不對 雖然它有著作權 但是都已經超過什麼 超過那個保護範圍 那這就是人類共同資產 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你那些你可以直接拿去用 另外一種CC0呢 就是 雖然你現在 還在著作權保護期限裡面 可是那些作者願意怎麼樣 自動放棄 你就拿去用吧 就這樣 所以 我們一般我會建議各位 你要找 你最好找這兩種的 因為你連出處都不用告訴他 好 那麼到底哪裡有這些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在這邊 我有寫文章 就是寫 關於 圖庫這件事情 除了你付費 跟創用CC的 我有寫12個 我挑12個CC0的 那您可以到這個地方看一下 好我往下走 這裡呢 第一個我有介紹 就是有一個部落客 有一個部落客 台灣的部落客 他用Google搜訊群 去把特定某幾個網站做過濾 變成一個搜訊群 那就專門找CC0的圖庫 這是一種 好那 我另外呢 往下走 我們看一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有沒有人是 就是比較屬於攝影的愛好者 Flick應該 或Instagram 就是那個是比較 很多喜歡攝影的 他們喜歡 就是分享的 那麼 他們在上傳這些照片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選項 就是CC0跟PDM 也就是說你願不願意 就是 如果你是屬於那個類別 你就勾起來 別人就直接拿去用 好 這裡也有 那我找另外一個有中文的 給你看 這裡 這個有中文的 你去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怎麼做 那他可以搜尋的 有 一般的圖片 點證項量 還有什麼 影片都可以 比如說 你想要找 這你打 中文可以 你找醫院的 我們看一下 或者健康的 應該可能會比較多 好 現在出來之後呢 你看你要哪一個 有沒有很多 這些都可以用 所以像有時候 比如說各位做這個衛教 衛教的時候 其實 是不是有很多圖可以用的 那我們比如說 各位現在應該都是這個吧 現在也是這個季節啊 對不對 你就把它點下去 好 點下去呢 那待會呢 它在右手邊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授權方法 還有要怎麼下載 要怎麼下載 當然有些 類似這樣的網站 它會有什麼 就是會有 就是要請你做登錄 但是大多數很多都是你直接下載就可以 所以 因為你連註冊都不用 連註冊都不用 這樣是最 最OK的結果 那麼 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CC零售權 我特別找這個 是因為它是中文 這樣各位看比較清楚 但是你以後看英文 意思是一樣的 好 意思是一樣 那你看 可做商業用途 不要求署名 對不對 那麼 當你要下載的時候 它很貼心喔 它會問你 請問你要多詐章才滿意 這個拿去印刷都綽綽有餘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五千多 對了 順便問一下各位 請問數位相機幾百萬像素 幾百萬像素 怎麼算出來 你不要這樣答案公佈在上面 人家明明算是在這裡 你怎麼可以視而不見 長成一寬 就是長成一寬 所以 這個已經 以這個來講的話 大概 一千五百萬像素以上 對不對 你用整數來看的話 所以 不要客氣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圖庫的部分 其實 對各位 因為大家平常最常用到就是簡報 那如果你能夠去找這種授權的 你不用署名 就拿了就走 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沒有什麼版權上的問題 那另外呢 在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 這個 去背的 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特別講說去背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看這邊 這樣太高了 不符合我的深考 來 你看 我們的這個獎桌 你覺得有沒有去背 這個 有對不對 對 不好意思 對岸不叫去背 稱作 摳圖 摳摳摳 這個 反正意思都一樣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剛剛找的 是不是整張的照片的 可是 如果你要在簡報裡面 要在類似像這種虛擬攝影棚裡面 我是不是要有這種的比較方便 那 你喜不喜歡去背 Office裡面 2013以後有 對不對 但是 我想 那個是 你自己拍的 當然你要自己處理 可是如果你要找 已經有的 是不是更方便 那麼 利用最後兩分鐘 我來給各位介紹一下 這裡 我有寫一篇部落格文章 我說 如果你懶得去背 或者不會去背 你就讓PNG這種幫你一下 這樣了解嗎 因為PNG這種格式是現在 網頁上的標準 HTML網頁上標準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格式可以在 透明度 透明度是一個顏色 是可以帶 256種顏色 所以包括像陰影 像你剛剛看到那個陰影 都沒有問題 那你可以打開這個部分 看一下 好 您看下面這邊 這些都是免費的 就是他已經幫你去背好的 都已經幫你去背好的 像這些 不過呢 大部分 這一類的網站 因為是去背好的 所以通常 大多數 我發現 都是個人或非商業性使用 就是不能商業性用途 這樣 這樣您了解的 好 當然 每一個網站的授選方式不一樣 你要稍微再看一下 好 那我就以這個來講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裡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裡去選 選一些類別 有沒有 MOST POPULAR的 這裡面有 好 比如說你看到 反正現在全世界最有power的男人 就是他的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就點他一下 好 這裡有Omama的 政治的 我們就把他點一下 好 梅克爾 就是沒看到川普 對不對 因為川普好像在第二頁 跳一下 看到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的 點下去 你要哪一張 這個你要哪一張 這一張可以嗎 還是你要這個 變髮型的 我用這一張好了 來你看我把公仔的 你其實在網頁上 你只要看到 有這樣子背景的 有沒有 這樣一格一格 通常這個都是透明的 我只是通常 因為也有騙人的 好 但是我們從這邊 好 我就直接從這裡download 有沒有這樣存下來了 好 那我把它儲存起來 好吧 那我們 就讓我跟川普同台一下吧 打開它 Trump 在哪裡 這一張這樣子 好 是的 這樣我就可以跟他 我要 我這邊 這樣我可以跟他同台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在簡報裡面 是不是也是一樣 可以這樣用 這樣你就不用去背了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有齁 好